大家好,我是飞猫 今天去长寿进货的 从长寿回来的时候 途经深海高速丁烟收费站 下来的时候被交警同志拦了下来 但是我还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我们一起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情 我们自己去看看是会讨厌的 都是唯一的 都是唯一的 我们留下长寿的 我 在城堡 城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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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过EDC啊,速度行快啊,这都是只有20嘛 哦 你这个是明显的行快啊,可都警告一次啊 不发发也不疾风啊,你也要认 你往右边来点,往右边停一点 新的不来啊,我看车号吧 这个警告单,不发发也不疾风,不要再说我能处理啊 这个警告呢 大概在两三年前,我一次从上海回来 途经上海的华庭道口 也是因为超速,被交警拦了下来 处以了警告处分 那时候那边好像先速5公里 我大概开了有20码的样子 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呢 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交通标线标志 你像我今天这个道口超速这个行为 如果他真正的要按照高速公路上面超速的规定来操作的话 那就要罚款扣风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像我这样的情况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开货车的飞猫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加个关注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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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